摄取食物进入体内 经由酵素的分解变成小分子 在被细胞吸收利用 不可以分解利用的食物残渣会形成粪便 就会排出我们的体外 这种粪便我们有一个名称 这叫排矣 不可以被消化吸收的排出来我们叫排矣 可以被消化吸收之后的 再排出来我们叫做代谢 也叫排泄 就叫排泄 所以排矣跟排泄不一样 第二点 大分子食物分解成小分子的养分 并吸收利用的过程 好这个叫消化作用 好这边介绍三个 淀粉 最后被分解成 还记得吗 葡萄糖 蛋白质被分解变成氨基酸 脂质被分解最后变成脂肪酸 这个都要记很清楚前面我们都学过了 老师再把那个排矣跟排泄 再稍微解释一下 来看这个框框 食物进到体内之后 如果被代谢 酵素参与 如果被代谢 然后产生了废物 把废物排出体外的 这个我们叫做排泄 好如果在体内之后 不消化也不吸收 然后把它排出体外 这个就叫做排泄